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先带您看到的是目前美选呈现了胶着的状态 2024大选最新动态已经有8000万的美国人已经提前投票 川普跟贺锦丽两个人最后的冲刺已经结束了 但这一回已经超过上次的投票的人数了 那么为了要减少投票当天的人潮 美国制度选民可以提前投票 所以目前统计8000万的选民已经提前完全投票 其中北卡超过420万的选民完成投票 已经超过了2020年的记录了 但我们要带您看到最近的赌盘赔率可以说是相当的震荡 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蓝色这条线是代表贺锦丽 红色代表川普 那么就在贺锦丽确定接棒拜登来参选之后 那么身世是一路有网上看涨的情绪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后继似乎有点没力了 反倒让川普超车 不过到了美国大选之前你可以看到圆圈圈的这颗点 两个人呈现了交叉 交着的状态 也为选情增添了许多变数 那么贺锦丽刚开始宣布的时候是为辅领先 但是10月初川普就反超了 那么川普的狂言狂语 再加上他选前几天 跟这个贺锦丽迎来黄金交叉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不准 美国大选下一步到底是会怎么样 那么根据这538最新的民调数据 我们看到全国民调的部分 贺锦丽还是赢过了川普的47% 但是这个差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 只有不到1%来到了0.9% 再来但您看到的是 摇摆州现在是不是定生死 我们帮你制作的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得到蓝色的部分 就是贺锦丽的支持的部分 那么红色者是川普 黄色的部分就是摇摆州了 为什么这次会说摇摆州定生死 因为真的是相当的接近 现阶段贺锦丽是226票 比上川普的219票 但必须得得270个选举人票才能获胜 所以期待摇摆州现在还是选战的关键 我们就帮您看到了 这份民调也有讲到 在这些摇摆州里面 亚利桑那 乔治亚 内华达 北卡 宾州 目前都是以这个 可以看到的是 这川普的 他的支持度是比较高 那么呢 只有在密西根跟威斯康星州 两个地方是贺锦丽来做获胜的 但是很多人都说得宾州得天下 因为这边有19张的选举人票 那么美国大选的最后一日 宾州当然就成为 这两方对手最重要的角逐焦点了 犹太选民的支持度探底 现在贺锦丽在宾州恐怕是有危险了 贺锦丽力拼阿拉伯义跟穆斯林选票的策略引发争议 可能会失去了宾州犹太选民的支持 进而影响这19张关键选举人票的归属 也因此现在是增添了一些些变数 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之前不是说这马斯克说要来送这100万美金 而且是每天送 当时不是说这不是有会选的嫌疑吗 但是现在他换句话说了 马斯克的律师说那不是随机抽选 那是我们的代言人 100万也不是什么奖金 是我们的代言费 没想到法官也财信了 最后就裁定了 没问题他只要发每天百万元 美元活动的代言费都OK的 可以一直发到投票日为止 好那么川普现在造势的时候 狂人狂语 没事又扯到了我们的奥运金牌林玉婷 暗讽变性还提议贺锦丽可以跟泰森来对打 宾州进行造势的时候 他再度影射了这个性别风波的克力福跟林玉婷 提议将贺锦丽跟拳王这个麦克泰森 送到同个擂台来对决 一定很有趣 当然也引发了很多争议 认为他是不是有歧视的成分在里面 那么选后的美国 接下来也是大家很担心的 美选的热情激情不断的往上升 但是选完之后呢 还记得2021年吗 当时美国国会山庄是暴动的情况 四年前这些画面还历历在目 有没有可能这一回选完 真的要发动内战了呢 美国大选隔天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而且如果真的是以微弱的方式渗出的话 另一边一定都会不甘愿 会不会提速售 会不会翻盘 这都是接下来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为了防止选后穿粉暴动 白宫贺锦丽住家外面都已经架设好围离了 甚至是高达2.4公尺的安全围栏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选后动乱大家也怕 所以很多地方都已经设了这个防弹玻璃 甚至是部署无人机狙击手 那么他们要视情况 还要加强街头巡逻 在选美可以说是相当的戒备 我们就要问了 这真的的确是在美国 非常了解美国状况的翁教授 您怎么看 现在这个真的是 人家说很接近很接近的美国大选 是这次美国大选 基本上就是形容来说 就是toes up或者是neck to neck 非常的接近 所有的专家学者 大概都会做出一些预期 可是没有人敢斩钉截铁地说 究竟谁会获胜 光是从民调就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到目前为止 全国的民调差距不到1% 如果我们把历史回顾一下 就会发现在2016年 希拉蕊对上川普的那一次选举 希拉蕊其实在选前 领先的民调是超过2%的 这样的一个差距 可是最后选举人团票 是输给了川普 换句话说 民主党在所谓的普选票领先 其实它并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 而是选举人 普选票到底能够领先多少 才会让民主党人觉得 民主党觉得胜券在握 以现在不到1%的领先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民主党也会很紧张 双方都没有人敢说 到底谁会选上 不过很多的观察指标 尤其是在关键的摇摆州的选区 现在看起来 七个摇摆州当中 目前的民调虽然差距是非常小的 都在统计误差范围之内 可是我们必须要说 这七个州里面 其实共和党跟民主党 两双方各占三个 所谓的传统的摇摆州 像是威斯康星 密西根 还有内华达 这三个州 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来 绝大多数的时间 除了2016年 都是投给民主党 如果民主党能够守住这三个州 基本上它是立于一个平盘的情况 共和党的部分也一样 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跟北卡州 传统来说也是红州 基本上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 这七个关键的 关键摇摆州当中 只有一个州叫做冰州 真的在过去的几届当中 都是摇摆的 2016年川普在这里赢了4万票 2020年拜登在这里赢了川普8万票 如果以这一次选举 在整个宾州来说 889万的选举人 大概以上一届76%的投票 再上一届71%的投票 我们可以换算出选票 大概是650万到680万 这个地方就必须要跟大家来提醒了 宾州它是有自动recount 也就是automatic recon 也就是自动重新计票 当双方的选票差距 在0.5%的范围之内的时候 就会出现自动recount 也就是不能公布选举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预期的是 为什么德宾州得天下 而且会非常的胶着 假设按照现在的民调 在宾州差距非常的紧绷 我们刚刚说了 2016年差4万 2020年差8万 如果刚刚再把数字算一算 今年的0.5%的选票 大概会落在5万票左右 也就是说 在5万票之内的差距 宾州就自动recount 可以延长到30天 才把整个选举来正式的公布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选战 首先就是要跟大家说的是 大概在明天投票结束之后 恐怕要马上看到结果 很困难 再来要能够有定论 到底双方谁能够胜出 在投票选举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也许政治人物就会开始 有一些政治的操作 譬如说自行宣布当选 2020年 其实川普就用过这样的策略 这样的策略 基本上维持的是 我输了 但是我也不输 支持者会相信 自己的候选人 已经宣布当选了 如果后来翻盘 就代表有选举舞弊 其实这也反映出 我们刚刚特别 家琪刚刚特别提到的 为什么美国社会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焦虑 因为在现在看起来 川普的阵营已经在铺成 只会赢 不会输的一个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特别的担心 那简单来说 到目前为止 真的入死谁手 还很难说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美国的政治 要在明天就下出定论 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那这两位候选人 坦白说 任何一方当选 恐怕台湾都要特别的去注意 因为这两位其实对台湾 并不是非常地了解 我们在台湾关注美选 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关注 接下来会对整个两岸局势 对于国际的局势 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这两位现在的选情很紧绷 我们可能也 现在可以开始 多做一些准备了 好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 那么赖老师你怎么看 尤其是刚刚 不要说选后 现在大家都讲不定了 光是在选前 您刚刚在跟林委员那 两个人在聊 自己都会觉得 好像也没把握哪一方会赢 对不对 对的 我觉得 现在的情况确实是这样 因为民调已经撤不出来了 因为都在政务的复杀范围内 而且是相当的一段时间 都在这个范围 除了前一段时间就是 贺锦丽刚刚取代了拜登 获得民主党的提名的时候 出现了那个蜜月期 对 他的这个舆论 话语权掌握在手中的时候 所有的媒体几乎都往他这边报导 然后川普被冷落的那段时间是有拉开 大家那时候一看说 这个好像已经拉开了 结果蜜月期一过以后 又开始回到原来的情况 就民调就一直在不断的焦灼的状态下 尤其特别是都在于政务的复杀范围内 因此很多的这个民调专家也好 或是说我们像我们学政治的研究民调的 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越来越难判断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里面你也看到了赌盘 它也出现同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越到选举的时候 因为原本在赌盘里面 川普好像又领先了 而且领先的幅度蛮大的 可是我们看到两次的交汇 甚至在是收口的时候 到最后投票前的时候 竟然又出现另外一个消叉 那连赌盘就是说 这么贴近基层民意的这个赌盘 它的反应都已经也陷入这种焦灼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 学者专家的分析 就这个真的是 每个人都有他的研究跟观察的途径 每个人的途径其实都有他的依据 但是也出现出很大很大的一个 不确定性 所以目前我们 例如说我们上一次的节目 有一位学者他就说 反正不是男的赢就是女的赢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道理 我还听了有一位评论员 他就说他判断是川普会赢 但是他的感情上是贺锦丽会赢 这个也是 不管谁赢都很有趣 这个都是很高级的语言计较 我是比他笨的 我比他笨的 我为什么说比他笨呢 就是说我的判断是 这个总得票数 贺锦丽会比较多 然后川普会比较少 但是选举人票 川普会赢 会得比较多 然后贺锦会比较少 那当然 川普就当选 因为最后选举的结果 看的是选举人票 而不是总得票数 我的推断是认为说 由于这些七个摇摆州 这七个摇摆州 他们本身的民调 也是拉得很近 如果按照民调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民调就不代表 川普是领先的 但是我的感觉 跟我的判断里面是认为说 共和党的这些选民 比较不愿意接受民调 然后民主党的选民 相对来讲比较愿意接受 那既然差距大的话 差距这么小的话 那也就是说当川普 还是领先的情形下 那或许他的领先的幅度 可能会更为扩大一点 这是我的推断 那当然这个推断 马上要接受检证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地方 距离加拿大很近的一个小地方 已经拖完票了 而且已经开票了 目前计票出来的是三比三 就有三票 目前开出来的是三票 大家都深吸了一口气 还是平手嘛 这是已经开出来的第一个票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 确实是很有趣 也很可以看 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焦虑 其实主要的是怕美国暴动 是 因为美国一暴动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一个跟全世界贸易来往 这么深的一个国家 如果它暴动 如果它乱掉 那一定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大家会比较关心 也是在这里 委员刚刚好像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不对 你觉得现在局势已经开始 有一些变化了 不见得川普就可以尝到甜头 我是这样 这次真的是太接近了 对 但是既然被找到这里来 你总要是做一个选择 这不容易用投机 就刚刚讲了说 不是男生赢就会女生赢 那我讲法是 我个人的感觉 是 一开始是贺锦丽是真的领先 可到了10月接近中期的时候 他就真的是往下 有点无力 他跟川普就很接近 然后到最后你去看 他说领先什么 两个百分点 一个百分点 然后到了昨天最新的民调 我是讲国会山庄报 他用三百多份的民调 综合起来看 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就平手了 前几天是领先 0.2 0.3 一直往下掉 对 但是我个人认为 最终贺锦丽会赢 我如果他会赢的原因 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前面的两次的民调 就是川普的竞选的那两次 就过去的四年跟八年前 川普的民调的确是被低估 就像欧巴马民调 在2012年被低估一样 可是我认为 如果以目前投下票的 登记提早去 就是说登记共和党的选民 他们去提早投票来看 是共和党的比较多 共和党的比较多 所以也就是说 共和党的人 大概不会像以前那样子 比较觉得害羞 以前有所谓的 shy Trump voters 就是那种害羞的 川普的支持者 他的选民 我看今年应该是不会 现在都很开放 对 那我现在就具体讲 为什么我认为 他比较强的 先讲两个数字 一个是ABC ABC的这个 美国ABC这个电视台的 他们的一个民调里面 就做出全国性的民调 他做的民调是 男性的选民 川普比较多 这我们都知道了 对 女性的选民 支持Harris 支持贺锦丽 比较多 我们也知道 对 把这两者加在一起 混在一起 那Harris的领先度 是超过川普 六个百分点 就男女选在一起 那男女一算 当然也有可能说 我不属于奶 也不属于女 但是这个毕竟少数 就男女参在一起 做 男性的支持川普多 你现在支持贺锦丽多 那全部加在一起 贺锦丽先溜趴 那第二个就是 CN最近常常用的 这个所谓的 爱欧华州的内场民调 最新的民调 8月底做 10月底做出来了 这个民调是 值得注意两件事 第一个 做这个民调的这个机构 这个单位 非常受尊重 你看他以前做的民调 都无懈可击的 第二个很重要一件事是 这个做出来的民调 非常有意思 就是在妇女的选票方面 刚好也是贺锦丽 这个领先的川普 就是六个百分点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我认为不是一个说 巧合 也就是说的确这次的妇女 是比较勇于表现自己 那我们都讲三个I Israel 中东的问题 Inflation 经济的问题 还有一个Ina 是immigrant 是边境 还有资安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有一个问题 一直被低估 就是女性的选票 女人的投票的问题 被低估了 我认为这个问题 因为abortion 因为堕胎的这个问题 整个被凸显出来 然后呢 翁教授大概也很清楚 最近德州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选举的最后出来 我认为那个是影响会最大的 18岁的一个女孩子 她妈妈带着她跑三家诊所 因为她有流产的现象 要做 要把这个程序给完成掉 三家诊所拒绝 因为认为说 这有可能堕胎之嫌 那这是违法的 我们不做 这个女孩子 18岁的女孩子 死掉了 你认为这个消息登出来 不管是共和党的妇女 还是民主党的妇女 不管是白人 黑人 还是Lardinos 你认为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多胎是我们的权利 那多胎为什么变成德州 这些一共有20个州 就会变成德州来做决定 就是因为大法官做了决定 大法官这些保守派 大法官谁认命的 就是川普认命的 你认为他们把账 摔在谁头上 我一直认为 经济的问题很重要 但是我认为妇女的问题 是equally important 同样的重要 这个问题被很多人给复略了 我看这是妇女出来投票的 提早出来投票的人数 是比男性的选票 她是55%的妇女 现在提早投票的这些人里面 有55%是妇女 所以这些妇女非常勇于表现 就像公和达那样 这是比较勇于表现一样 所以我的直觉 坦白讲 你说我有很大的把握吗 我也没有那么大把握 但是我认为 这个贺锦丽会劣胜一筹 因为有一件事我没有讲 我认为这个少数族群 这就扮演重要角色 你叫做Lardino 因为你说我们是垃圾之导 川普的支持者那个协星 在这个纽约 这个招式大会上讲这句话 这个不至于伤到坡多黎哥人 他伤到的是那些拉丁裔的 讲西班牙话 甚至讲葡萄牙话的 这些美国金内的这些移民 那这些人我们刚才讲宾州 在宾州这些人大概有55万 当然有一件事对贺锦丽不利了 在密西坚州 也大概有50几万的 阿拉伯一的美国人 这些人对中东政策 对拜登的中东政策 非常非常的不满 这里面有一个 底特利交外一个城市的市长 他是民主党长期的支持者 而且是当地的领袖 他出来讲他支持川普 因为他对拜登的中东政策 非常的不满 所以都值得注意 最值得观察就是 密西坚州跟宾州 究竟这些所谓的拉丁人 拉丁裔的人 跟这个阿拉伯裔的人 他们最后选择是什么 是